咱们今天来讲一个很离谱的杀人案件 2015年,湖南省邵阳市一位小学老师突然离奇死亡 因死得太过蹊跷,警方认定这是一起谋杀案 没过多久,警方果然就找到了犯下杀人罪行的凶手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凶手居然是三名还未满14岁的未成年学生 这个发现令所有人都是惊讶不已 然而,当大家还没有从惊讶中回过神来 这三名少年凶犯又对警方透露 他们之所以对老师动了杀心 只是因为他们偷了东西,怕老师报警 这个杀人动机,听上去实在是有些荒谬 那么整个案件的真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是否真的如他们所说的,仅仅只是因为偷了东西,害怕被抓到吗 本案的三名凶犯分别叫刘琦,赵宇和张志峰 他们三个人的家庭条件都不是特别好 除了刘琦跟着父母生活之外,赵宇和张志峰都是留守儿童 不过虽然他们是留守儿童,但他们的各自家庭情况也是有所不同的 张志峰的父母为了养家糊口,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到四川去务工了 而赵宇的父母则是因为犯了诈骗罪,正在监狱里服刑 相比之下,跟着父母生活的刘琦在外人看来就是比较幸福的了 其实也不然,刘琦的父母早年离了婚,后来母亲再嫁,继父也是个二婚 他们这一家子,可以说是很典型的重组家庭 刘琦的父母文化水平都比较低,母亲平时在外面打联工 父亲是开三轮摩托的,他们都不是特别会教育孩子的类型 两人平日里对刘琦的教育理念也是非常简单粗暴的 他们俩奉行棍棒底下出孝子,小事就骂,大事就打 不管是刘琦做了什么错事了,家人都不会提前跟他讲道理 反正是先打一顿再说 以前有一次,刘琦的老师去他家里做家访 刘琦的父母因为教育理念不合 当着老师和刘琦的面就吵了起来 甚至是险些动手,这让老师都感到有些害怕 或许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刘琦本人跟父母的感情也不是很好 他上小学的时候也曾是个乖巧懂事,能拿三好学生奖状的好孩子 但后来随着他一天天的长大 渐渐的他就和家人之间产生了很多无法调和的矛盾 其实这些矛盾的形成都很简单 就是刘琦进入了青春期 生理和心理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而家人不懂得如何替他去调解 他们就只觉得孩子在无理取闹 打一顿就好了 根本就不愿意听刘琦讲任何的心理话 第一次跟家人起争执是什么时候,起因又是什么 刘琦自己也记不清了 他只记得每次当他提出什么要求的时候 家人都会打压他 久而久之,他就不愿意再跟父母交流了 但是不交流呢,心里又有很多话想要倾诉 这个时候,网络逐渐占据了刘琦的世界 千变万化的网络世界很快就麻痹了刘琦的神经 上初中以后的他,不仅会时常逃学去上网 还学会了抽烟,喝酒,打架 总之,刘琦彻底从一个乖孩子 变成了大家认知范围里的那个坏孩子 当然,刘琦这个坏孩子并不孤单 在他周围有非常多跟他一样背景的同龄人 其中跟他关系最好的就是赵宇和张志峰 咱们刚才也说过了 赵宇和张志峰两个人都是标准的留守儿童 他们都是跟着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活的 虽然爷爷奶奶很爱他们 但毕竟他不是父母 很多父母要做的事,他们也是无法代劳的 就这样,三个在现实世界里找不到依托的少年聚到了一起 他们三个人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去网吧上网 在网络世界,隔着屏幕 谁都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你可以扮演任何你想扮演的人物 你可以是个高端成功人士 也可以是顶级学府的学生 总之,刘琦他们三个人在网络世界里 找到了一丝诡异的成就感 但上网是需要钱的 刘琦他们三个家里也不是什么富裕人家 每天拿到的零花钱也是有限的 钱花完了怎么办呢 也就只能走偏门了 刚开始,几个人胆子还是比较小 就只敢偷偷地拿家里的钱 但没过多久 家里人就陆续地发现了他们偷盗的行为 刘琦不出意外地 被他爸给抓起来打了一顿 赵宇和张志峰虽然是没有被打 但家人也调换了平时存放钱的地方 让他们无处可寻了 三个人一门心思地都在网上 哪里能忍受得了不上网的苦闷 没办法 他们只能另辟蹊径 家里偷不着了 那就只能偷外边的吧 也就是这个时候 本案的受害者李桂云 闯入了刘琦三个人的视线 李桂云是新连小学的一名女教师 她个头不高 身材也很瘦弱 但她的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微笑 非常的讨人喜欢 李桂云的脾气很好 她讲起话来一直都是轻声细语的 似乎从来都没有见过 她和别人有过红脸的情况 就算是班上最调皮的学生 她也是耐着性子 好好地讲道理 因此她也受到了颇多家长的喜爱 别看李桂云性格温和 就以为她的成长之路很顺利 其实她从小到大 也是吃了不少苦的 李桂云小时候 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但她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当老师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李桂云一直都很努力地学习 1984年 李桂云在村里 谋了个代课老师的职务 然后又熬了十年 好不容易拿到了编制 眼看着一家人就要过上好日子了 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 她的丈夫被迫下岗了 没过多久就因为癌症过世了 就只留下了李桂云跟女儿相依为命 原本李桂云就不是个爱社交的性格 丈夫去世以后 她的生活就更单调了 以前她在学校只是上课 后来她又申请兼职 做起了守校的工作 每天备课上课吃饭睡觉 全都在学校里完成 差不多就是把学校当成自己家了 因为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 李桂云除了要抚养女儿之外 就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花钱的地方了 可能是独立惯了 她也不想麻烦女儿 这么多年 她一直默默地为自己退休做打算 李桂云给自己攒了一笔钱 但因为工资不高 在案发前不久 她才攒够了买房的钱 李桂云拿着这笔钱 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 买了一套毛皮房 打算三年后自己退休了住 不过还没等李桂云退休 她就出事了 2015年的10月18日 这是个礼拜天 这天李桂云的女儿 要去县城里培训 所以早上七点多 在母亲这里吃完早饭以后 就急急忙忙地 踏上了去县城的班车 女儿走后 李桂云就步行 去了附近的一个菜市场 她打算买只鸡 晚上给女儿补一补 李桂云买菜的时候 本岸的三个凶手 就在菜市场附近的网吧里面玩游戏 差不多是中午12点左右 刘奇他们三个人 从网吧里出来以后 觉得肚子有些饿了 所以就想着 去哪里弄些钱来吃午饭呢 不一会儿 三个人就走到了 新莲小学的门口 刘奇表示 今天是周末 学校里没有人 可以进去玩一会儿 顺便再去小卖部里面 偷点吃的 这个提议得到了 赵宇和张哲峰的大力支持 随后刘奇三人 从新莲小学的东侧翻墙进入 他们在学校里晃悦了一圈 觉得没什么意思 再加上肚子是越来越饿了 三个人就跑到了一楼小卖部 打算偷东西填饱肚子 然而 就在他们寻找 撬索工具破门的时候 因为动静搞得太大了 把正准备睡午觉的 李桂云给引了过来 不过当时 李桂云也不知道 这三个孩子是想做什么的 他只当是本校的学生 放假没地方去 到学校来玩了 他也没有多想 就只是让刘奇他们 不要太过吵闹了 然而李桂云的声音 并未引起刘奇他们的注意 三个人依旧是在小卖部门口 哐哐哐地鼓到之锁 李桂云发现自己出声以后 楼下的动静也没有减弱 所以就打算开窗 看看楼下的人究竟在做什么 刘奇等人听见 二楼开窗的声音 吓了一大跳 三个人立刻就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刘奇压低了声音 悄悄地说了句 哎呀 该不会是被老师发现了吧 其他二人听后 心里也有些发慌 于是三个人就合计着 一起上楼去打探打探虚实 没过几分钟 各怀鬼胎的三个人 就敲响了二楼李桂云的房门 刘奇他们假装口渴 说要找李桂云讨杯水喝 李桂云也没有多想 热情地招待了三个孩子 就在李桂云去给他们倒水的时候 刘奇三个人突然就看见 李桂云放在了桌子上的钱包 顿时是贼心大气 那天李桂云买菜回来后 就随手把钱包放在了桌上 当时他的钱包里面 一共就装了四百多块 可能是因为还装有身份证之类的证件 所以这个钱包看上去就鼓鼓掌掌的 不过刘奇三人 并没有趁着李桂云倒水的时候 偷走他的钱包 他们三个喝完水以后 就跟李桂云告辞了 继续到楼下去撬小卖部的门了 这一次他们下楼后 很快就从旁边的杂物间 翻出了一根铁棍 借助铁棍的力量 撬开了小卖部的门 正当刘奇他们 拿着小卖部里面的面包和零食 吃得开心的时候 突然又听到楼上传来了开窗户的声音 三人又慌了 赶忙把手上的东西往兜里面塞了又塞 接着 刘奇做贼心虚的朝着楼上喊了一声 老师 我们玩够了 打算出去 你帮我们开一下校门吧 李桂云从窗口探出了头 打道 行 马上就来 很快三个人在李桂云的帮助下 就来到了校外 但等李桂云回去后 三个人的心里是越想越害怕 他们总觉得 李桂云是发现他们偷东西的事情了 所以就开始商量着 要如何应对 张志峰想了想 提议道 不如我们把那个老师抓起来打一顿吧 然后威胁他 不让他说出去 而且你们看见没 他桌上还放了个钱包呢 鼓鼓囊囊的 肯定有不少钱 到时候咱们把钱包也顺走 能潇洒好久呢 赵宇听后也有些迟疑 我们这样做会不会不太好啊 刘七一把搂住他的肩膀 我们都还没到十四岁呢 没事的 就算真的出了什么事 也盼不到咱们头上的 放心吧 不会坐牢的 三个人商量好以后 再次翻墙进入了学校 他们先是到杂物间 拿了两根木棒 又从小卖部的门边 拿走了之前用过的铁棍 然后来到了李桂云的宿舍外 赵宇在刘七的指使下 轻轻地敲了敲李桂云的房门 李桂云在屋里 听到响声后有些疑惑 这个时间点了 怎么会有人来敲门呢 他皱着眉头喊道 谁呀 结果过了好一阵 屋外都没有人回答 李桂云觉得奇怪 就在门边站着 等了好一会儿没开门 大约是三四分钟以后 李桂云听屋外没有了动静 就以为门外的人已经是走了 所以拉开房门准备一探究竟 当他刚刚把头探出去 就遭到了刘七和张志峰的棍棒袭击 因为刘七他们是冲着李桂云的脑袋打的 所以打到第二棒的时候 李桂云的头上就开始有血流出来了 他一边捂住自己的头 一边着急地喊道 我和你们无冤无仇的 为什么要打我呀 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吗 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要钱 说话间 刘七朝着李桂云的头部就又挥了一棒 这个时候 赵瑜也加入了袭击行列 开始殴打李桂云 李桂云被打极了 就想快点脱身 于是指着自己屋内的柜子说道 别打了 别打了 那里面有一千多块钱 你们要就自己拿走吧 然后刘七几个人听完 依旧是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他们连拖带拽地把李桂云弄进了屋 然后找了块抹布 塞在了李桂云的嘴里 接着刘七用手掐着他的脖子 让其余两人去屋内搜索 但赵瑜跟张志峰在屋内找了一大圈 都没有发现任何的现金 刘七有些着急 就让赵瑜来掐住李桂云的脖子 他去屋里找钱 这一次 刘七顺利地找到了李桂云说的现金 但当他示意赵瑜 放开李桂云时 李桂云已经是窒息死亡 警方接到报案电话 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虽然这个案件性质恶劣 但是侦破难度却很低 毕竟是三个十几岁的孩子 他们对案发现场的清洗 远远不及那些惊艳老道的罪犯 所以警方很快就根据现场的证据 确定了这三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比较离谱的是 当警方逮捕这三名嫌疑人时 除了张志峰在上课之外 刘七和赵瑜两个人 都还在网吧里上网 而且当刘七看见警方时 他就跟没事人似的 完全没有露出丝毫慌张的情绪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三个人被抓以后 民警也很犯愁 毕竟他们犯案时 法律条款还没有修订 依旧是14岁以上 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所以民警对他们是 打不得也关不得 最后只能把他们 都送到了少阳市的公读学校 其实从他们被抓 到进入公读学校 这三个人都没有什么悔改之意的 到学校以后 他们对老师提的最多的问题就是 自己什么时候才可以离开 直到在公读学校 上了一节法律课后 年纪最小的张志峰 才懵懵懂懂的明白 自己似乎是犯了错了 课后他一个人跑到操场边 就哭了起来 老师找到他的时候 他向老师哭诉 当初自己好像是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 这个案件的三位主角 虽然都很喜欢玩游戏 但要说是因为沉迷游戏 导致他们杀人 这个说法也不准确 确实 心智不成熟的孩子 会被一些网络游戏误导 导致他们在现实中 也开始崇尚暴力 但你要说游戏的影响有多大 其实也没有人能给个界定标准 毕竟同样都是打游戏 有的人因此耽误了学业 也有的人通过游戏走上了职业电竞道路 将打游戏变成了一种谋生的方法 这样你能断言游戏一定就是坏的吗 其实比起网络来 对孩子造成更大影响的还是家庭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家庭教育的缺失 会导致孩子的心智发育不全 有研究表明 大部分的未成年罪犯 跟父亲的关系都不是很好的 通常情况下 父亲是给孩子树立责任感最好的榜样了 父爱的缺失 会导致孩子失去正确的价值观责任感 以及道德感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除此之外 留守儿童问题也是刻不容缓的 社会应该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的关注 学校也应当强化他们的责任感 以及加强法律的教育 必须让他们明白 什么事情能做 什么事情不能做 并且教导他们 勇于承担责任 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人世间罪恶繁多 问苍天饶过哪个 月票留下 咱们下集见